而在新北市这边有一对情侣 他们互相怀疑彼此劈腿 两人大吵一架之后 这男友居然叫女友服用安眠药 两个人在一块烧炭 女友说他吃下了安眠药之后睡着了 没想到早上起床 他发现男朋友烧炭倒地身亡 不过现在男方的家属非常怀疑 两个人是睡在同一间房间的 怎么可能一人死了 一个人独活下来 怀疑案情不单纯 因为吸毒被移送的女子 闲情恍惚 喃喃自语不知所云 除了毒品罪 他还涉及了一起命案 原来他和男友大吵后 他的男友隔天就自杀身亡 警方怀疑案情不单纯 38岁的中系女子 二号凌晨和男友吵架 两个人都怀疑对方劈腿 中系女子的男友就说 不然两个人一起吃安眠药 再烧炭好了 中系女子说 没想到她吃了药 隔天醒来 却发现房间烟雾弥漫 男友已经倒卧在地 没有生命迹象 看起来表情怪怪的嘛 因为他们好像有在用毒品 没有关注 我们当时比较低调 我们比较有需要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 原本说自行不要 后来又改称是被男友 强逼喂毒跟安眠药 男子家属对命案存疑 怀疑女子可能涉及加工自杀 重重一点 只能等待解剖后才能厘清 记者江仪仁徐教委新的报道